自从2018年的冬至日,杨妮与刘凯威官宣离婚后,两个人就为纷纷扰扰了几年的感情画上了句号。 两个人的感情状态,也一直被受关注。 毕竟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的女儿,很多人都指责杨妮只顾工作,不顾家。 而杨妮的粉丝则指责男方,对杨妮不够好。 刘凯威当时合作的伙伴王欧也是因此躺枪,不管当事人怎么澄清,有一些粉丝就是不幸。 其实两人还是很般配的,能不能走在一起,只能看下面了。 杨妮在还没有离婚时,就跟李一峰是一对CP。 说起来跟李一峰组CP的演员还真不少,除了杨妮王立坤跟他也很亲密。 但是,CP粉还是下李一峰杨妮的多,毕竟都是单身,尤其是杨妮离婚后,传言更甚。 最近的微博之夜,邓罗跟杨子这对好朋友,因为粉丝之间的不合,转情明显受到了影响。 两人在过去的一年内也减少同台的机会,就是在B型。 包括微博之夜,两个人也状态不高。 相比起来,杨妮就很真心情了。 早在前段时间,杨妮就为自己的微博之夜做了宣传。 正恩是,痛快做自己,用心眼角色。 1月11日,2018,微博之夜,我们不见不散。 在微博之夜上,杨妮一身黑色鱼网装,虽然被寻吵,但是不得不说还是非常吸睛的。 连陈坤都很照顾杨妮,等她上台,杨妮也非常天卑,直接小跑上前,牵住陈坤的手。 除此之外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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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